韓蔡隔空交戰 活力越來越猛 六號晚間 綠營主帥蔡英文 先發動攻擊 蔡英文雖然若國民黨當選 會有三種人 很高興 韓國瑜不甘示弱 照樣造句回敲 高興的是希望台灣有一套清廉乾淨的政治 這一群人會非常高興 聽到蔡英文用三種人狠酸藍營 韓國瑜乾脆朝民進黨痛點猛攻 第三種人是哪第三種人 就是社會台灣小孩內最保守 最反重最輕鬆滿口歧視的人 另外一種人會最痛 貪官污吏會非常痛苦 選前韓蔡隔空再用文字交鋒 比口才也比反應 藉成宣坦若宜台北報導